設定成不顯示 要不然要是全部顯示 應該會出現一大多機器人卡通的資訊才對 不知道那錢呢 你一定會以為這是一間男孩子的房間 一直都答應了 但我們可以給我們愛和勇氣和希望和正義 我們也不想外出貨櫃子也不想外出 阿嗖 喔 這樣啦 畢竟這裡是秋翠的房間 我也不打算再多說些什麼 麥子轉過來 面朝椅背坐下來 你剛剛說你在找種子討鐵人山的說明書嗎? 操作損失 秋翠仔細的檢查 剛才從櫃子一翻出來的箱子 裡頭幾乎都是模型的空殼 還有畫著機器人圖案的毛巾 看自己的房間沒什麼意義吧 要走的話應該也是去美莎姐的房間吧 就所以失望著在床邊坐了下來 午前中一直在姨姨的房間 結果還是沒找到啊 這兩天都很麻煩啊 不過伯父的廚房或許還蠻有可能的 秋翠會這麼喜歡機器人卡通 也是受到他父親影響的緣故 畢竟那書房裡呈列了許多機器人卡通的DVD和BD 就連LD這種舊時代的遺產都有了 就睡在床上躺了下去 隨機伸了一個懶腰 呃 我們的主角在幹嘛 怎麼還不來張特寫啊 幹嘛這麼勉強自己啊 讓人看了有些擔心 我說啊 其實不用這麼勉強自己參加羅巴1 反正就算出賽也一定贏不了 要廢車的話就給他廢啊 與其在那邊掙扎 還是乖乖的接受事實比較好吧 秋翠立刻起了聲 落寞的搖兒搖頭 呃 呃 呃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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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那台大型機器人就在用個人名義也可以繼續組裝吧 不用理會討人厭的馴討主任反而可以慢慢的進行 而且也沒有人規定說一定要在你還是高中的時候把它完成啊 可以參加萬博的話當然是再好不過人 但也不是說不能參加的話就會死 與其急忙的把它完成 倒不如慢弓出戲活打到出好東西來比較重要吧 這種事情我們沒必要聽信主任的話 而且應該也有商量的餘地啊 但是呢 開演 秋翠微笑著 我不懂他此時為何會浮現笑容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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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жалению 機 bothering 或者 工事 以及 你知道嗎 我十分了解你這個想法啊 就是 越是蠟燭燒的鏡頭 那個光芒就越是美麗 抓住高中的這最後一個下跌 對不對 蠟燭的眼眸閃著一種直率的主覺悟 已經讓人看得出神 這就是你對機器人設的堅持嗎 你想好好珍惜從美莎姐和前面他們那邊傳承下來的意念 就像是一種浪漫對吧 從美莎姐和春風哥那群社團創立人那邊繼承下來的 一種肉眼看不見的意念 就是那些在驅動的秋水嗎 特別是美莎姐的存在在秋水的心中依然是那麼的巨大 秋水真的對美莎姐抱持了一種憧憬 應該說是烈姐情節嗎 還是說單純的人目前無法治理而已 秋水笑著擺出了一個勝利手勢 三年後我們就會畢業並且離開這座島 島上的高中生不管是要繼續升學還是就職幾乎都會離開這裡 雖然也有像春哥和瑞夏姐一樣之後又再度回島上的人 但也有人像美莎姐一樣再也沒有回來過 但不管哪一種只要一離開這個島 就無法再繼續過著打造機器人的生活 小秋你之前說過滿腦子只有機器人的事情 其實對於將來的事情你還想的蠻多的嘛 總之秋水的想法我大概可以理解 要是再繼續追究下去的話就太不思想了 既然這樣的話就請你加油啦 那我也差不多要 正當我要說出回去兩個字 秋水不然抓住了我的手腕 你想幹嘛為什麼要抓住我的手腕 不管你要幹嘛先打一場殺戮失去吧 是吧哈哈我們的主角一定會這麼講 小秋你難道要把我留在這房間裡就代表他想要奴役我是吧 果然是找說明書 哇果然是這樣啊 你打算找到晚上啊 哇 用完晚餐來收買啊 是不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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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两年闪烁着光光的秋帅 我准备教到它何谓限时的残酷啊 但是 得先用杀戮时局赢过我一场台戏 秋帅发出了强烈的路板 很失望的说着 幸好今天放晴了 我打从心理张抢着脱下了安全帽 或许是这几天的大雨死了 今天的风比广场还凉 相当的舒适 今天一天的学校可以说是安静无声 对于机器人社来说 假日因为社团活动而来 学校可以说是非常难得 至少可以说是今年第一次 有没有吗 我想我在家里尽情打杀戮时局的说 但因为难道秋帅在腿部上发了 星期日在社办里 孤独的翻修机器人中的文章 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就算了 但因为看到他说社办里只有他一个 这下来就算麻烦夜带跑一趟啊 虽然至今我完全没有帮忙过机器人社的活动 但相反的 机器人社以外的事情 我则是尽我一切努力的去帮秋帅 因为我和秋帅可以说是异性奴隶 两个人很少分开行动 秋帅这家伙是不是忘记自己会发病了 感觉他最近越来越没有自觉了 还是说因为昨天打杀戮时局 我把他垫了体无完肤 那我起便也有来啦 当然我从来没有放过谁就是了 厕板前的草坪还有些湿嫩 难得天气这么好 不能躺在草坪上打杀戮时局实在太遗憾了 我从厕板里敞开的大板 看见了秋帅的背影 秋帅 有秋帅吗 我叫了一声 听到秋帅从里面喊出了头爱 我来了拿去给你的 我丢了一罐宝特瓶装的阿苏可给他 好棒 秋帅接过饮料 兴奋的把瓶子对着高空举着 随机马上喝了几个 看他喝得那么开心 我看了也挺满高兴的 秋帅头上冒着几滴汉猪 色腕里果然很热 耶 哇 生死了 可是珍惜 恋爱 恋爱 自己的部门 放心吧 我没有要帮忙 嗯 因为老位置现在是潮湿的 没办法坐 我只好选了摄半里的位置来坐 桌子躺着已经被分解的名誉社长 秋帅回到桌前拿起螺丝器继续他的分解作业 结果昨天有找到说明书吗 秋帅拿起一本大学的笔记本给我看 里面有着女孩子特有的圆形字体 以及城市马上设计图之类的东西 美莎姐清笔写的哦 跟我想的一样呢 就在 秋帅你老爸的房间里 是叫小秋你打说我了呢 秋帅局局手上的螺丝器直到我的鼻尖前 因为很危险所以我缓缓地把旗席给你 那名誉社长说的好吗 如果只是单纯没电话就好笑了 那不是很简单吗 这样你也轻松多了 那不是很简单吗 这样你也轻松多了 下落不明那怎么办啊 你说充电器充电器还有专用的啊 不能随便拿个插头接上去就好了吗 不是只要电压够大就可以把电充进去吗 哇又要花钱了不管新的不行啊 很贵吗 哇五千以上啊 你对高中生肯定是一笔小负担 真的假的啊 这不行啊 还过两个礼拜就要比赛啊 光请电话电加吊货交一个礼拜怎么来得及 秋帅一边说一边仔细的卸下每个螺丝 螺丝比想象中还小大概只有2-3厘米2-3公分 要是掉到地上的话已经找不到的 拆的时候有记哪个螺丝原本的位置吗 那没关系吗 就所以把每根卸下来的螺丝都集中放进了头孔灌里 我拿起来看了看 可是里面好像混了一些不同长度的螺丝啊 咦 咦 你耐生疑似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 做事太没有计划性了吧 嗯 嗯 我倒是觉得很有关系啊 算了 反正我也没打算要帮忙 杀戮失举 杀戮失举 启动 我们现在要再来打个一场了 拿出口袋电脑 启动了杀戮失举的游戏 原来更换电池之外 你还要做些什么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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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跟我分个胜负再说 啊 每次要做事就是用出这招就对啊 先跟我打一 打一场啊 隐乐再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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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遗憾 所谓机器人诊所就是 机器人设时常光顾的一间零件专卖店 如同其名 是金手 专门金手遥控机器人抢关零件的地方 现在的秋水可以说是非常需要这间店 虽然店长老婆有点可怕就是了